各位早上,歡迎收看2月6日星期二的開市錦囊 我是林梓棠,這個環節我們請來Rafi和我們聊天的Rafi你好 大家見到有些不同,和我們平時做節目 主要是因為今天的市場可能會跌得深一點 所以早點開Live,和大家看著市場 Rafi,昨晚美股跌過千點下來 有沒有什麼原因呢?剛才我們在外面說,怕不怕? 你怕不怕呢? 說到暫時,我覺得還未算太害怕 無論美股或港股,這刻大家跌成千點 但大家也沒那麼記得基礎是多高 港股是三萬多以上,道指都兩萬六、兩萬五 你說這刻升了那麼多,跌到一千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整體來說算不算很害怕呢? 我覺得暫時還未算是 甚至說到美股,你說跌 其實剛才你所說的,外面都在談的原因 其實沒有太明顯的原因 因為你說,沒錯,可能是偏一些利淡的消息是有的 剛才說到,譬如看到債息升 又怕通脹很快 又怕加息很快等等 但是,正如昨天都說了 這些因素,其實這幾天都在 但是是否等於要令到美股跌成千呢? 好像之前那樣,曾經那樣有怕過這些因素 但可能跌8028 變相又沒有一個,跟點數的跌幅 沒有一個等號 所以你說昨天跌呢 有機會我覺得是借了個勢 你始終真的升得多一點 再加上,其實看回消息又說到 因為你其實看到昨天美股,比較有趣 本身開出來,不是跌很多 有一個多幾的 曾經又收窄過的道指,跌了幾十點 但慢慢地,一直太慢的話 去到最後再過一下要一點點 有些人說是因為一些機械操作 之前已設定了 有機會是 所以跌得這麼急 你看港股,本身開市以前跌1200點 其實現在都是 相對冷靜 對,都已經受分 因為始終說那個basis,也是比股大大 如果你說跌3%,跌一百多點下來 比美股,是不是真的跌很多呢 其实比美股比较少 如果计算是比美股比较少 今天又在澳华罗 要不应该走货 已经由牛转红 有些人没有货 就说现在是不是要买货 我们应该怎么做 有货先,有货的投资者应该怎么做 当然这个问题一定是最多人问 是 从日都有人问,今天再多一定是 跌了900多 刚才竞加的时候 入货就已经赚了少少 但是这样说 买不买货 或者走不走货 有货先 我也是那句,看看你的货是什么时候买来 可能今年年初回来买 年初买来都未输 但你可能在一月中后 那阵才买 那些要输 差点说 你应该预了 因为你的高位买 这个是有预了的 所以你说那些可能你走一下 减一下就可以 但是有很多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客户 出去说回香港做真的很好 他们是去年买了货 坐到现在 我也是 所以我在问 走不走 我刚才也说 其实怕不怕 其实去年买下 现在都有钱赚 只不过赚少了 需要不需要现在走货 还是我们可以EQ高一点 EQ要高一点 需要的 应该等它 会不会有一次是死猫蛋 我们才开始陆续减少 你没理由现在开市 头一个小时就走完 一定是错的 是的,其实这些时间 更加不适合走货 如果你是真的想今天走 或者你真的害怕 可能好像昨天这样 晚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 例如隔晚 当外围股市急挫 第二天回来 港股要跟跌 真的像你说的 最波动就是 头一个小时 但是当那些因素 慢慢去定 之后的波幅 反而你买货 应该头了 是的,有机会是这样 炒上落 有些喜欢刺激 就会觉得好玩 但是如果你真的 想走不走 或者是要做什么部署 如果你比较害怕 不如等过这个多小时 其实会好些 因为怕你越做越乱 是 甚至乎 如果你假设去年买货 特别是一些蓝筹 例如平保 是 其实没错 你这刻86元和之前 高位97元 是下了10元 但是去年其实 由200多元上来 我都不忘了多少钱上来 是的 腾上平保两样都是 是 如果真的去年买下 其实说真的 我现在下了这么多 都还有很大的水位在手 没错 那变上那些其实弹性是高的 我觉得变上如果这么高 弹性更加不需要 是这么心急 可能扔了货入海 又不需要这样 反而是准备 而且升成倍 其实你只要跌回百分之三 其实是 又需不需要太害怕 大家 还有今天下跌421 其实都上了几元 都已经弹回一些 不用那么急去做东西 而且看看你本身真的有什么货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例子 例如可能是平保腾镇 那就是反过来 如果你真的拿一些 是比较优质的高分 是 基本上是好的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就是反过来 当然你说基本上是好 不等于它不跌 就是你根据洩跌是很正常的 是 但是起码它前景是好 下来是回到上去的 但是当然反过来 你拿一些是可能是故事的 或者你根本都不知道它做什么 或者是业绩是很差 往中不好 那些你害怕些是正常的 就是那些有机会跌下来 是回不到上去的 如果那些走呢 说真的我觉得是比较合适 好了 我现在有看昨天北水买什么 最多就是买汇雄 第二就是买腾讯 之后公行中行平保 好了 现在就快来农历新年 有些人就说 就算市市这样跌 北水要撑不撑得多久 而且快要停 撑得多久 或者市市会不会在农历新年那段期间 会有更加深的调整 这个当然你说昨天明显靠大妈 是 突然未见过 两边进来的正流入是过百亿的 这两年多都未见过 是因为大陆 现在开始多一些基金 可以买港股 所以他们迫着一定会入市 而且昨天借住下来这一刻 就比较便宜一些 所以就可能吸引到他们买 但是当然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呢 我觉得要多看一会 因为应该大妈出手就没那么早 正常惯例可能硬得一点 如果他们肯买 我觉得跌幅有机会 可能继续稍微较 但是当然又不是一定 好像昨天这样 又跌900多 跌到最后300多 我觉得又不是每天都这么厉害 逆转性 其实昨天真的算了 所以今天来说 有机会可能北水都会继续买一下 但是对市场来说 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 或者收窄很多 因为暂时我认为机会性药不大 但是反过来 我觉得再下跌的空间 其实暂时我自己又不是那么担心 除非你说未来的几个美股 还是这么恐怖 如果不是 其实我觉得 有没有可能呢 美股会不会再跌得再深一点 即是调整 也不是跌 除非我觉得有些 所谓新的利胆东西 还是靠近期说的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甚至刚才提到 昨天跌 很明显那一刻不是人迷 即是电脑因素 是 因为七分钟内跌几百点 是很夸张的事情 即是你人没有人感到那么快 所以一定是电脑 有没有一些震瘡意味 但其实 那一刻有少少的 可能震完大家害怕了 都散得差不多 那就搞定了 我觉得反而 真的看来这几晚 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利胆东西 如果真的都只是害怕 可能加息 债息 害怕通胀 我觉得去到这些位置 有机会差不多 嗯 刚才现在就说了 有货的 刚才姐怎样做 未有货 大家都可能开始手行 想shopping 回回成千点下来 那时有没有机会再跌得深些 可能三印一都失手 因为可能有很多衍生工具 都要杀下一些牛症 那些 有没有机会再下心些 给大家去做一个入市的策略 当然 如果未有货 或是真的想买东西很久 那你说买不买呢 那你说买不买呢 那说真的说市场去到这一刻 其实叫跌完没 其实真的大家都不知道 那所以 那如果没有货 想买呢 我觉得不是不行的 但是 我觉得可以 那些东西也会把自己的银码斩开几份 那你可能这些位置 在三印一的 你可以试试入第一注 那如果真的不幸运 再下的 起码下面你还有弹性再买一下 或者所谓再守下 那就是不要说一个价位 一注毒的这样拨下去 这个是难做到的 因为始终三印一 其实都算是偏高的 那位也不是说特别低 那不是低到好像海啸一万点 那些你一次过all in 一野 那就没什么所谓 是 但是你现在这些位置 其实你如果一次过买完 都还有个可能发上发落的风险 我刚才说 有些可能资深一点的投资者 昨天就买了腾讯 是的 很资深的 那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是不是应该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又应该现在开始分段吸纳 不是all in 全部进去 如果是 如果现在要买股份 你又会建议他们买些什么股份 当然也是刚才说的那些 大只那些 大只那些 大只那些也是 都是升了很多上来 现在回到一点 所以就要分阶段 即是未来有机会再下来再买 不离回腾上平保 港交所 内银这些 相对 今年来说一定还是比较正面的 甚至最主要是公司自己的前景 再加上 其实假设 我现在的市场真的要再夹上去 一定是靠这些股价先 所以其实如果反过来看 你如果这一阵你未有货 想买你要博 一定是博这些股份 你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你没有理由这一刻 博一些三四二线世界股 我觉得 即是变相直博性不高 但你买了这些蓝筹 起码差点赶就算不升 你坐货能力都高一点 安心一点 安心很多 相对变相一定是先选这些股份 但是呢 现在我们短线 不知道市会回得多深 如果中长线 因为呢 其实三月或四月 其实会出博全年业绩 其实我们大家都预计 去年份业绩 那些企业都会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策略 看回长远一点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长远当然 我觉得暂时还是偏不错的 我觉得仍未至于太过淡 但是你说未来的月积期的因素 正如你这么说 因为大家这一刻都差不多 预期是不错的 所以变相最终出来的结果 好不过预期 如果你只是可能和预期差不多 或者有些升幅没有预期那么好 其实可能是会令到大家 对今年的盈利预测 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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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未来的月积 是比预期好 令大家对今年的盈利预期 还是觉得更加好的 其实那一刻的股市是有条件再买回上去 因为好处好处这一刻 真是自己稍微下来这么多 所以变相未来的业绩期 当然我自己责持在正面 但这个会是一个所谓 我觉得未来的令到股市 有没有机会再向上的变数 如果选择股份 刚才我们就说 可能怕美国加息 应该选择一些加息受惠的股份 例如汇控 或者本地的银行股 应该选择这些股份 当然 如果选择美国加息受惠 或者环球的息受惠上升 反而我觉得选择安全一点 都是内银 内银 内地的息受惠上升 因为汇控 怎么说呢 不是说不受惠 但是如果选择汇控 这一刻的走势 其实是比较糊塗的 因为其实昨天本身已经很糊塗 因为昨天我自己开市那天看 它是低到82元 其实如果大家看回图 昨天本来这个低开完之后 如果再下跌 刚刚也有个裂口 形成了一个叫倒形顶 但是昨天好了就上回去 但是今天就真的裂口了 如果今天这个裂口都保不回 这个倒形顶 虽然不是对程是斜斜的 但是也挺有个顶耳眉 我怕如果技术上说 股价可能会再下跌 明白 当然前景其实会受到加值 但是有机会股价 可能短线比较反复一点 嗯 好了 昨天内地股市 即港股跌少了 其实都跟A股市 我们又看看今早A股的表现 户芯300指数 暂时跌2% 是不是已经开了市了 开了 但是不动的 为什么 双征中指 暂时看跌2% 看回新闻也是 都是的 其实A股方面 都是有个下跌的情况 怎么看内地股市 有没有机会 好像昨天这样 跌少些 或者令到港股方面 可以拉动上去 其实你说A股这一刻跌2% 都算少 又较港股为止少 又较昨晚美股为止少 其实相对反应 亦是比较偏冷静的 或者要回来说 其实A股一向都不太跟来走 所以跌又好像不想太多 当然 今天来说 会不会像昨天 又靠A股 大方港股 是回来一些 我觉得机会性当然有 但是就要看下A股那边 有没有大一点的刺激 因为近期 虽然暂时是大一点上来 但是A股两次 成交近日又不算特别多 所以如果希望 成交多多多 大家是肯进入场 是 变成这一刻 但上来可能实在一点的话 对港股的牵动性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 也不是太大成交 这个可能是比较不确定的地方 好了 我们又看一看 今天早上原来的中石化 都跌得很多 但是现在 什么 抽回很多 收集 是 因为油价 昨晚就跌了大约是2% 但是其实 如果全球经济好的话 你对油的需求都会很好 是的 其实油价 今年看法一向是正面 但是 你说这下跌 正面又不等于多数 不会跌的 所以这下跌 我觉得也正常升完一些 调整 但是你说 今天早上是比较奇怪 中石化这些 突然跌9% 去到6.13% 其实又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中海油 跌4-5% 中石油也是 唯独中石化自己跌了下去 那可能是一个 所谓 对盘的一些情况 因为你令 对盘 对了的价格突然不低 那么低开了 所以当 开了价格不太合理 之后 你见到这下即时跌 回收集很多 跌回正常 3% 所以 我觉得这个又未必 太关那个 可能油价因素 但是 短线来说 如果外围还这么波动 油价可能再是 下多一点 那这个油股 暂时都比一比 是的 看到现在的市场 又是跌少一点 不用跌成千点 969点 31,276点 那我们10点半 打后 会继续有一个 即市攻略的环节 现在就和大家 看了开市的表现 一会儿 大家都可以在 10点半的环节 在Basebook 或者打电话 来问问题 有人说 手头上有货 真的很害怕 其实不用太害怕 定一点 我觉得 当然这么说 如果太重货 可能减一减磅 但我觉得又不好 因为有货 看到跌一千点 就怕到 即是不知道怎么做 反而现在越乱 越不好 即是你适当 减到磅 令自己的 压力没那么大 那其实就OK 甚至刚才都说 看看你欠什么货 如果你更加欠大股 其实更加不怕 我觉得可以 不妨是 看定一点 才慢慢减一些磅 是的 我们继续看着市场 有什么问题 10点半可以打来问我们 这次和Rafi谈到这里 刚才说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 也没有持有 谢谢Rafi 稍后回来 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回来再见 以上资讯由耀才Moneyhunter大工